我們希望透過司法覆核去拆散工人組別 今天是正式審訊是一年兩日 我們代表運輸界的就是陳傑立 代表建築教員的就是羅鵬舅 他們兩個在年初已經申請法會 到今天批了 希望我們能夠成功將工人組別拆散 打倒小選子 一人一票同正人正常 小選選舉 諸久不如 取消工人組別 全民普選 全民普選 2012雙普選 2012雙普選 五居總辭 全民公決 2012雙普選 2012雙普選 沒有抗爭 沒有抗爭 內有改變 內有改變 沒有抗爭 沒有抗爭 內有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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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我們反中亂港 因為愛國愛港 愛原國 現在再愛港 愛人民 愛人民 可以是人民 愛自己 我們全部都愛了所有 愛民記者 我覺得很好笑 這件事 說我們反中亂港 真是愛國 慘國奇 我就是阿南哥 今天很好笑 真是很特別 很好笑 哈哈 哈哈 其實 如果回歸之後 社會大眾 更快 外國 一定要分 這個條件 才可以外國 現在聽見很多人 沒有錢 就不能外國 那就大計了 就是說 所有香港人來說 除了那二十多萬人之外 七百萬人都不外國 因為沒有錢 所以如果我們 比較社會風氣 造成 有錢有權 才可以說 愛國的 是我們中國人 近代 最悲劇來的 我送一句給你們 很深加的 愛國愛港 愛國愛港 全民補選 全民補選 2012雙補選 2012雙補選 人民萬歲 人民萬歲 民主萬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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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